接近乌克兰战争金融时报说 台湾发展低轨卫星网络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面对来自中国的军事威胁 台湾期待吸引海内外资金 打造太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eX班的企业 以立在战争等特殊情况下有台版星链 Starlink可使用 数位发展部部长唐凤说 台湾太空中心的相关低轨道卫星服务要几年后才能开始运作 但述发布已开始实验 在台湾700个地点设置非同步卫星接收器 目的在确保台湾在战时能维持足够的网络频宽 此外 为把握太空商机 政府规划第三期太空计划 总统蔡英文6日表示 预计时年内投入新台币251亿元 透过产学合作打造强任太空产业国家队 冷空气南下今明清晨最冷周末中部已北碳11度 中央气象局表示 6日晚间起 接近大陆冷气团强度的冷空气南下 这波冷气团属于干冷形态 预计7日及8日清晨最冷 中部已北低温下探摄氏11度到12度 中央气象局预报员陈一秀表示 8日白天到9日北台湾温度回升 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 西半部为多云道晴 10日到11日东北季风增强 除了北部与东半部的迎风面有局部短暂雨 若水气配合 3000公尺以上高山有可能降雪 12日起温度再度回升 水气也减少 只有东半部跟北部山区有零星降雨 其他地区则以多云为主 2022年CPI达2.95% 创2009以来最高食物房租成推升关键 行政院主计总储6日公布2022年全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 CPI为2.95% 创下2009年以来最大涨幅 主要上涨压力来自食物与房租及油料费 均与民生密切相关 这让民众对物价上涨特别有感 主计总储专门委员曹志宏表示 厄乌战争是2022年CPI涨幅很重要的因素 但随着主要国家大力执行紧缩货币政策与打击通膨 原物料价格逐渐走跌 观察各国CPI走势 高点多辣在今年6月至8月 预料之后将开始回落 经贸办说 台湾以第三国身份加入中美WTO晶片诉讼确保利益 中国针对美国实施晶片出口管制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诉讼 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6日表示 台湾作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关键一环 已于1月3日以第三国身份申请加入资商 确保国家战略产业健全发展 但不代表台湾支持或反对当事国任何一方的立场 经贸办强调 是以观察角色参与资商 目的视为进一步了解资商双方对于案情的立场及说明 此外 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邓振中说 台湾并非加入讨论 因为纵使或同意加入 也没有发言权 主要是去了解争端的实际状况 看中美双方如何过招 救国团申请停止执行财产移转国有法院驳回确定 行政院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去年7月26日召开委员会议 认定救国团现有财产包括肯定青年活动中心等共61笔土地与建物 及现金13亿9449万7912元为不当取得之财产 命其移转为国有 救国团申请停止执行 法院一审就救国团已转国有61笔不动产才准停止执行 但最高行政法院6日驳回救国团全部申请确定 国内履宿1分之7起不主动提供一次用被品出油须自带牙刷牙膏 因应国际趋势及减少塑胶废弃物 环保署预告一次用履宿用品限制使用对象及实施方式草案 法院依据为废弃物清理法第21条 适用对象为履宿业 包含观光旅馆业与旅馆业与民宿 以及其他住宿业 例如露营地与休旅车营地等 分阶段对履宿业及其他住宿业提供一次用履宿用品加以限制 第一阶段从今年7月1日起 不能在客房内主动提供 或不能在客房外让消费者自由取用一次用履宿用品 仅于消费者有需要实在提供 中信银行员涉勾结诈骗集团洗钱金管会说 若属时最重可罚5000万元 中信银行员涉嫌与诈骗集团勾结 提高特定账户每天转账额度 中信银1月5日向金管会通报重大偶发事件 13日前必须向金管会提交详细报告 若今调查银行员涉及协助诈骗集团洗钱属时 根据银行法条文 将可能对中信银最高处以新台币5000万元罚还 韩议员访台遭批窜访赵庆泰要求中方停止干涉内政 韩国国会议员去年12月28日至31日访台交流 遭中国驻韩大使馆批为窜访 韩台议员清善协会会长赵庆泰6日公开要求中国停止对韩国议员外交的傲慢态度 别干涉他国内政 并说中国当局不如把利器用在和平解决北韩发展核武的问题上 赵庆泰说 美中角力局势来到高点 必须定定新国际秩序 但中国驻韩大使馆却对韩国议员外交表达坚决反对与强烈抗议 并透过驻韩大使行海明向韩国外交部抗议 这并非正常国家的行为 而是对他国内政不该出现的干涉 前驻美代表沈吕寻辞世享受73岁风格直率敢言霍峰沈大炮 蓝营人士证实 前驻美代表沈吕寻6日上午辞世 享受73岁 沈吕寻出生于1949年 是清代名臣沈宝珍后代 家世显赫 加上自己学经历背景出色 毕业于国立中心大学法商学院法律系 与美国宾州大学国际关系硕与博士 一路在外交圈耕耘 历任多项外交重要职务 包括驻美代表与外交部政次与驻英代表与驻欧盟代表等 他在外交工作期间直率敢言 开会时即使有长官在座也不改作风 因而有沈大炮的称号 日本经典赛阵容坚强大鼓祥平打比修有佐佐穆朗西入列 日本武士队6日率先公布世界棒球经典赛12名球星 其中包含投手6名 分别为美职天使队的大鼓祥平与教士队的打比修 由与日职的山本游身与佐佐穆朗西与互相详征与金勇生态 补手先公布了甲斐拓掩 内野手有原田壮亮与木秀物与村上棕笼 外野手有美职小熊队的林木成也和敬腾剑界 阵容坚强 教头栗山英树笑说 因为要制作海报 才会公布一部分选手 大鼓祥平说说 实力坚强的高手云集 朝夺冠目标努力就是了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6分钟 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 明天再见 获得攻击